中度颱風煙花90度向北大轉彎 對臺灣整體威脅減緩 氣象局預告今晚8點半發布海上警報 臺灣新增本土感染16例 其中北市佔9例 這兩天指揮中心將公布降級指引 中國河南鄭州遭遇史上最強暴遠 官方刻意隱瞞重大災情 東京單日新增1832人確診 本週五將開幕的東京奧運 不排除最後一刻取消 聽到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本街8點新聞